爹 你小的时候 这昆阳 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这么多的房子 大街上呢 也没有这么多的人 变化大吗 一座城 就算再变化 能有多大变化呀 变化最大的 还是住在城里面的人 小时候在这条街上面跑 那时候的年纪啊 还没有你的 转眼间 就变成老头了 爹 其实啊 您一点都不老 您现在呢 是难过的时候多 开心的时候少 是您的新老了 从前天不怕地不怕 从来没有能往心里面去的事 可现在不一样了 总觉得时间是不够用的 有很多事情想去做 却做不了 羁绊你的事情 却是一件又一件 我要是现在 能替您再多分难点就好了 抓紧吧 抓紧吧 爹 一会儿把您送回去 我去找一下海棠 今天把杨品给您拿出来 你真的这么喜欢海棠 你确定你的选择 是正确的吗 我确定 我确定 老爷 谈得怎么样 龙德水把话说得很清楚 只要有钱 以后怎么都行 一旦施济周和龙德水 联起手来 恐怕咱们朗家招架不住啊 那两个人一阴一阳 一个诡计多端真小人 一个抱虎平和大老粗 老爷 这两个人你可千万要小心哪 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 让咱们一下子 拿出这么多钱来 万一朗里春 资金周转不开 到时候就会让施济周 有机可乘 龙德水那边 咱们还是要先稳住 施济周那边 大不了就两败俱伤 但龙德水 这时候要掺一脚 可就太悬了 行事对我们很不利 老爷 老爷 你说默化那孩子怎么样 被龙德水 宠得不像个样子 默化这孩子 本质不错 又没有坏心眼 最重要的是 对我们月轩死心塌地的 如果他们两个 能凑成一对 我们同龙家成了亲家 这件事不就顺当多了吗 但月轩不这么像啊 小兔崽子她懂什么呀 你是她爹 你给她做主啊 你这不是把月轩给卖了吗 我这是为了她好 默化这姑娘 不比那海棠 好上千倍万倍啊 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断有身断 性子是直了点 但没什么坏心眼 月轩岁数小不明事理 老爷你怎么也跟着犯糊涂啊 我知道你不喜欢海棠 但你也要考虑孩子的感受 你要尊重他们的爱情 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我自己的儿子 我自己心里有数 年轻人懂什么爱情 我说你从我们俩在哪里 那你还知道 第一名的所谓 那你干什么 我比你还要 小兔崽子 许多小兔啊 什么 月轩 你来了 真香啊 你喜欢这个味道吗 喜欢的想哭 不正经 这个味道 让人经不住 想起那个晴朗的夜晚 星空下 小河旁 石桥上的那一次 和你没有距离的接触 这个味道 真是让人夜不懂寐 闭上眼 整个世界 都是心里惦记的那个人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因爱而陶醉 这不算正经吗 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我也在跟你说正事啊 月轩 我已经找到适合批量生产的方法了 我也是来跟你分享好消息的 你总是有好消息跟我分享 是不是每天和一个能给你带来好消息的人在一起 特别特别开心啊 我告诉你啊 我爹呢 同意帮我们促成这次新产品的生产和发布了 这么顺利啊 因为国内形势问题 进口现在已经停滞了 所以我们正好填补这个空缺 我也看报纸了 没想到这一次的爱国行动 能和咱们的产品联系到一起 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如果我们这次的新产品成功的话 很有可能 我们之后 再也不需要依靠进口了 也许这一次 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奇迹 没错 就是我们俩的奇迹 我就是担心太太那边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为难 傻丫头 我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再说了 这次的产品这么好 她不会阻拦我们的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 就是有点误会没说开 等有机会 你们俩往下说开了就好了 当娘的有时候对儿子谨小慎微 这也正常嘛 我知道 太太是个好人 可能有时候 是我太倔强了吧 也不是 这女人看女人呢 总比这个男人看女人的视野 更宽阔一些 再加上她是我娘 有的时候视野就更宽阔了 宽阔得 甚至有点扭曲 不过 她也是希望我把什么事情都看清楚 看仔细嘛 我理解太太 希望她以后 不要再因为我生气了 你放心 不会的 这事儿我来解决 只要让她看到咱俩幸福就行了 有时候觉得路好长啊 总是看不到尽头 有时候也觉得力不从心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跟你说这点你真的得学我 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 一想到你 就觉得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你真会说话 我连撒谎都不会 难道会说话啊 我要工作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们这次生产的不是新的产品吗 老女春的老顾客呢 想先看看样品 再定数量 我就想了一下 这样也好 先定货再出货 也减少了双方的损失 那需要多少 数量肯定不会少 所以我需要很多的人来帮助你加工 这是现在我犯愁的事 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啊 要不这样吧 我把之前在这里上学的学员都叫过来 有偿的工作 他们肯定会积极一点 我一边免费教他们上课 一边带他们进入生产 你总是有办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那你去落实这件事 我去落实员材料 好 那儿我闻闻你 正经一点啊 谈工作呢 我这就是在工作呀 那个顾海棠的学堂 你不能让他办下去 外面风言风语 对咱们家很不好 他的名气越大 对郎李春的影响就越大 不能因为一条臭鱼 腥了一锅汤 娘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我看你现在沉迷在其中 对着顾海棠还念旧情 你呀 狠得下心去对付他吗 娘您既然发话了 我就听您的 就是嘛 天下好女人多得是 男人哪 不能让女人给拴死 我知道了 记住了 嗯 记住 来 请慢用 现在朗月轩和顾海棠 一路上顺风顺水的 您是不是打算退出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可是自始至终 他们都是把你当猴手 现在他们俩走到一块了 以你的性格 不应该这么沉默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 其实你也是外强中干 觉得自己不如顾海棠 就要开始退缩了是吧 可以理解 但是 你知道你自己输在了哪儿吗 不用想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从来都是 意气用事的性格 你不知道朗月轩 喜欢顾海棠哪一点 也不知道自己 比顾海棠差在哪儿 所以你就跟个飞蛾一样 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扑 根本就没有什么方向感 那我还有机会吗 其实你我都一样 常常拿自己最软弱的地方 与别人最坚硬的地方去相碰 可到头来呢 受伤的却还是自己 比如说我吧 我和顾海棠 已经是夫妻名分共处一室 可到头来 还不是拱手让给了朗月轩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们太善良了 对身边的人 没有任何一点防备性 你说得对 我一直在祈求海棠 一直在祈求月轩 那我自己的幸福呢 我为什么要等着他们来施舍我呢 你心里有什么打算 你跟朗月轩之间的关系呢 就好比是这本菜单 无论你怎么选 她都能够从容应对 因为这里面 有她为你准备的一切 她太了解你了 说好听点 你们是青梅竹马 说不好听点 她早就把你看透了 如果说你想改变 你跟朗月轩之间的关系 那就给她来个措手不及 选这个菜单里面 没有的东西 你得帮我 你得帮我 今天我来 不就是跟你说这件事情的吗 你为了海棠 我为了月轩 我去起来 我来 那天 少爷 我想请你做件事 你呀 就去把在海棠学堂里面 上学的学生 都给我请到朗里春来 他们可以面试后 在工坊里面 当学徒做工 一来呢 可以学到东西 在这儿 还可以有可观的收入 真的 可是 为什么呀 朗里春缺人手呗 来不来 就让他们自己选吧 这件事啊 我也算是做到人知意境了吧 那当然好了 咱大伙学手艺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等你消息 好 大姐 向你打听一个人 这个报纸上说的顾海棠家 是住这附近吗 你谁呀 是这样 我被这报纸上的故事感动了 所以我就过来证实一下 到底是这报纸刊登假消息呢 还是确有其事 我就奇怪 这世道 还有这么好的人哪 那能诱假吗 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是吗 大姐 那你说说呗 给 反正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我凑的 你别管了 先拿去应急 这怎么行啊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客气 你先拿去应急 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能拿你的钱 那你告诉我 你从哪儿能弄到这笔钱 我 你告诉我 我就把钱拿回来 我 海棠 你先拿过去应急 等你的新产品研究出来了 你再还我不就行了嘛 这样 你加倍还 那行 我加倍还你 那咱们先去还钱吧 你干吗 干吗呢你 姐 你看什么呢 刚才有个人在我们家门口 鬼鬼祟祟的 我问他是谁 一句话没说就跑了 是不是走错了 不能吧 你们俩要去哪儿 我们去退学费 学费搞定了 嗯 你樊贞姐 给咱们凑的钱 恩人哪 丹恩不言谢 我替我姐谢谢你 你这话说的不是矛盾吗 我这不是感激之情 易于言表吗 好了 你看好娘 我们很快就回来 好吧 那你路上慢点啊 嗯 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退学费的 其实 这都是我爹娘的主意 你的那件事 我根本就不在乎 能学一门手艺才是正经的 而且 你确实是有真本事啊 教的东西也都很受用 我还是愿意跟你学的 那太好了 你回来跟我们一起上课吧 我们这次免费办学 不收大家学费 是啊 我们可以安排你们去实习 做一些有偿的工作 不是我不想跟你们回去 我已经答应去朗里春 做学徒工了 在那边既可以当学徒 又能打工有钱赚 我打算 我打算这两天就过去上班了 能去朗里春 对我来讲 也真的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不光是我一个人 之前在你那儿学习的学生 都被朗里春直接招聘过去了 班级里的一些学生 原本就是朗里春工房的工人 介绍过去的 去你那儿学习 也不过是为了能够通过 朗里春的考试 突然 有了资格直接去朗里春 大家伙呀 都挺高兴的 那 谁把你们叫去朗里春的呀 这个 我也是听别的同学讲的 具体的 我也不太清楚了 海棠姐 其实你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老师 这点我敢肯定 朗里春也不见得 教得有多好 但毕竟机会难得 对不起 别说什么对不起 我应该为你们高兴的 这钱你拿着 算了吧 拿着 谢谢海棠姐 看来是真的 他们都被朗里春工房 招聘过去了 怎么会这么巧 肯定是预谋好的 先前那些到学校闹事的人 也不都是学生的家长 这些学生 现在离开了学堂 去了朗里春 看来是有人针对我们 肯定是朗家 朗太太 朗太太 可他那么忌讳我的家事 怎么会拿这个做文章呢 那除了他还有谁啊 你想啊 这事肯定是恨你的人做的 难不成是末化 不会的 其实末化是一个单纯的人 我不相信他会预谋 这样的事情 也是 是 那月轩和月明少爷 就更没可能了 朗家就没人了 好了先不想这些了 咱们现在赶紧凑凑人数 把新产品的样品做出来 才是关键 对 成败在此一举了 走 走 那个爹 我回来得有点晚 本来我能早回来的 你帮朋友说是去书社 您不是让我多学习吗 我就跟着一块儿去了 我上楼了 低温 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我问你啊 你跟龙墨化究竟发展得如何了 挺好的呀 过来 坐这儿 来来来来 你们俩好到什么份上了 我俩就是无话不说 他有什么事都找我 真的 真的好事啊 怎么才算好事啊 怎么才算好事啊 这还有我说嘛 你是不是跟我揣着明白 壮糊涂啊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爹 他他他他他爹 我问你啊 这腿是怎么整的 说啊 我 我不是那天和墨化 我们那个 那天 我不是 怎么了 你是不是把墨化给震住了 这就对了 我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嘛 男子汉 就该拿出气魄来 对对对 我先拿出了点气魄 怎么样 墨化还行吗 怎么说呢 简单地说嘛 人是挺好 他爹吧 虽说是一介武夫 他这人呢 样子看上去有一点鲁莽 但是他内心非常的细腻 温柔如水 就有点遗憾啊 他心里啊 只只有月轩 我跟月轩又是哥们儿 所以我只能祝福他们 完了 完了 你这腿怎么整的 我这腿和墨化骑车摔的呀 臭小子 你耍我是吧 没有 没有 爹 我是喜欢墨化 可他不喜欢我呀 我明明那天看见你们在门口 说了老半天 都抱在一块儿了 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 你们俩不是好上来的是什么呀 不是 爹 第一你不能老脱亏我 第二你的思想太复杂了 我们那是互相给个安慰 少跟我废话了 我就问你 到底喜不喜欢龙墨化 喜 喜欢 行了 你要是我施济周的儿子 就把龙墨化给我搞到手 给你当老婆 给咱们家当儿媳妇 听到没有 我没这本事啊 爹 老爷 我说 老爷 外边有个人想见你 我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按照您的吩咐做了排查 没有打草惊蛇吧 放心 老爷 这个顾海棠的母亲 帮死人化妆确有歧视 而且 他们家也不是本地人 这个叫天愚的女人 也确实没有男人 这件事啊 你得帮我查清楚了 而且 你还得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施老板 我韩瑞兵办事 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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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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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臭什么呢 我在做针线活 是绛了神 没听见 这么晚了还干活 小心坏了眼睛 谢谢娘关心 娘您这么晚 sia 是有什么要紧的 shit 我这心里有事 就睡不好觉 你帮我想想 有没有办法 可以将月轩和莫华 撮合在一起 我琢磨着 月轩之所以不愿意 和龙小姐在一起 其实就是那个顾海棠 在从中作梗 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她踢走 还是得想个办法 让月轩下得了 这个狠心 我觉得这事不能着急 咱们这么多人 都在劝月轩 这胳膊肘拧不过大腿 时间久了 月轩自然会回心转意的 看你这话说的 哪有那么多时间 给月轩去磨蹭啊 现在就指望着 月轩和月明这俩小子 能够赶紧成事 能成为你爹的左膀右臂 这样我才踏实 娘您就放心吧 月明和月轩都这么优秀 您和爹就等着享清福吧 不省心哪 妙兰 娘最近比较忙 也顾不上你 你自己要小心身体啊 家里的事情 大大小小 都要经您的手 过您的眼 妙兰怎么能再 给您添麻烦呢 有你这份孝心就好了 很晚了 娘 我先送您回去吧 妙兰啊 月明最近很忙吗 我都很少见到她 大哥现在 每天在朗里春忙前忙后的 很是辛苦呢 娘 大哥那么优秀 朗里春的生意 肯定会更好 那倒是 我只是心疼这孩子 好了 你去做点宵意 给月明送过去吧 我送您回去就办 嗯 爸 妙兰 娘让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补补身体 我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先放在那儿吧 我一会儿就喝 做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一个人是很难改变 在另外一个人心中的印象的 就好像娘看我 怎么看都不顺眼 我不勤快吗 我不懂事吗 做这么多有什么用呢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你可以走啊 走 我能走去哪儿 我这个身份还有谁会要我 我早就想明白了 听起来貌似无欲无求了 可我觉得不是 那你说我求什么呢 你不是一个笨女人 只是命不好而已 对 我就是命不好 可是你不同 你放得下海棠 放得下在别人眼中 永远比你优秀的月轩吗 你们俩注定要成为一家人 注定要被别人拿来做比较 可是你不认这个 所以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 那我问你 我和月轩之间 你会选谁呢 选你 叩事行非 叩事行非 月轩呢 缺乏安全感 容易感情用事 为了一个人 或是达成一个目的 她会偏尽所有 可你不同 无论处于任何环境 你都会先保全你自己 轰轰烈烈 是不懂人情事故的小姑娘 所迷恋的 而女人 要的是一个 能进能退的男人 你一直以为自己 可以为达目的 不惜一切手段 那是因为在你的脸 没有治好以前 你觉得自己已经 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可现在不一样了 你要追回 你失去的一切 没想到你干别的不行 看人还是挺准的嘛 我干别的 怎么就不行了 你在我娘身边这么多年 难道不寂寞吗 你说呢 你比我年长不了几岁 你心里想的 就是我想的 难为你了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娘啊 我还不了解你跟我娘吗 怎么了 我娘对你这么苛刻 一有什么不满意 就给你脸色看 这伺候我娘的下人 是换了一个又一个 你能说你是心甘情愿 留在她身边伺候她吗 你早恨死她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一个这么有心机的女人 怎么会留在我娘身边 百依百顺 而且一过 就是这么多年 这是命 不认不行的 我知道 你是个表面上看起来 很坚强很有主意的人 但是实际上 你内心的想法 根本就不会跟别人说 因为你害怕别人了解你 所以你隐藏自己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可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心里憋久了 会很难受呢 习惯了 你不用不承认 你呀野心大着呢 我一个女子 能有什么野心啊 那是因为现在平安无事 你当然没有什么 如果说有个人 能抢走你心爱的东西 你一定会跟他拼命 我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人抢的 行吧 你不愿说那就算了 我还没兴趣听你 我只是希望 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够伸手帮一把 放心 好处呢 肯定是少不了你的 我们都是聪明的人 多余的话 我就不用说了吧 你还有什么话 是不能跟我说的 除了你 我可没再跟第二个男人 说过这么多的话 是吗 娘 娘 您怎么来了 我让妙兰给你送汤水 你喝了吗 放在那儿呢 我一会儿就喝 妙兰 很晚了 你先回去吧 娘 我等您一起回去吧 月明啊 娘 你别再这样起早贪黑 没时没赏的 把身体熬坏就不知当了 娘 娘 娘 我在家里待了这么些年 这个脑子要是再不用瓦 它就生锈了 你不要把力气使尽了 活不是一天干出来的 我知道了 现在啊是咱们家最难的时候 我总不能什么事 都让爹跟月轩扛着吧 我也得替这个家 分担一些不是吗 乖儿子 但也要保重身体啊 对了 娘 妙兰她挺可怜的 在咱们家守活寡 这么多年不容易 您对人家好点 你说娘对她不好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看您哪 使唤她像使唤下人似的 再怎么说 她也是您半个闺女啊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好好好 我不操心这个事了 我呀 是担心您的身体 这么晚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您也好好休息 娘 您怎么 谁给你的胆子 跑到月明那里 去传老婆舌 你指望月明 会可怜你啊 娘 我没有 烂泥服不上枪 你一肚子的脏心眼 活该在朗家守活寡 我怎么对你苛刻了 你这表里不一的臭皮囊 让我怎么重用你 怎么相信你 我只是随口说的 不是诚心的 妙兰 你不用在我面前 再藏心眼 你肚子那点小算盘 我一清二楚 你来 你去哪儿 对 你的儿子 还是很心理 你哪儿 这儿 啊 你忽然 大少爷 这是谁让你往外搬货的 你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呢 哥 这批货要得比较急 是用来制作样品原料用的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 跟我打上招呼呢 我跟咱爹说过了 咱爹答应了 拿爹来压我是吧 我告诉你 月轩 这批货都是入了账的 要往外出 必须得公事公办 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往外出货 丢了算谁的呢 不是我不跟你打招呼 是我没找着你 没找着 没找着你接着找啊 我不在这儿吗 哥 咱俩不是说好的吗 家里的事一起配合爹 那是配合爹 不是配合你 而且你也没有权利来这里调配 我告诉你月轩 今天要是没有手续这批货 就出不了这个仓库的门 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 还有你们 是经过谁的允许 让人帮忙搬货的 还知不知道这个仓库 是由我管理的 你们没经过我的允许 就开始帮忙搬货 你们这样的行为叫做偷盗 在吵什么呀 爹 你来得正好 月轩想要出货 而这几个工人呢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把货物往外搬 这根本就不符合 仓库的管理规定 我打算把他们给开除了 月轩哪 你的货物都准备好了吗 少爷 货都配齐了 先把货送到实验室 我已经向全叔和尚师傅 打了招呼 这批货要得比较急 让工坊里的人 先赶你们这批货 谢谢爹 爹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这个仓库 我根本就没法管理 他怎么做都对 我怎么做都不对是吗 月明啊 你谨遵仓库制度 讲规则有规矩 你做得没错 月轩哪 他是我指派过来的 问题都在我的身上 你过来 爹想跟你说两句 从这件事看来 你没做错 你做得很对 我本来应该夸奖你的 但我敢说 你真对的只是月轩 而不是你的职能 你敢说不是吗 爹 清兄弟明算账 一马归一马呀 月明啊 你的心思为什么这么狭窄 你们兄弟俩每天都因为 屁大点事情较劲 在外面输了赢了 俩人回去都是一个假 这还用我跟你深说吗 行 您说的是 那您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拧成 一股绳子呀 爹是你不愿把我这股绳子 往里拧吧 月轩对你是没有恶意的 他也是为我们家好啊 哦 他为我们家好 您就帮他 那我呢 我也是为咱们家好啊 您这么对我太不公平了吧 我没有偏向 我对谁都一样 这个事你能干得好 你就好好干 别像个娘们一样 斤斤计较 一点小事都看不开 总是想着去报复 你这样做 不会快乐的 好 我知道了 爹 我也是 我没有 vorbere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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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